嗨大家好,我是豪,欢迎回到好民来 在许多的地方都十分盛行背包客旅游的文化 而澳洲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因为它的国土宽广并且有丰富的自然美景 而相对国土的面积来说,人口却是非常的稀少 所以城镇间的距离很远 搭便车也就变成了最省钱的一种交通方式 渐渐形成背包客旅游的文化 但这种交通方式有着极大的危险性 你不会知道热心帮助你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因此发生了多起的背包客失踪案件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起连环的背包客遇害事件 那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时间先让我们回到1992年9月12日 贝朗格洛州立森林 是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人工森林 占地广大并且民众可以免费进入 并不会有管制 所以会有许多人在此运动 这天有两名民众在这边慢跑的途中 无意间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下来随即暴击 然后没想到这一发现 却挖出了一连串的杀人事件 第二天警方在此做调查时 在30米外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 经过法医的调查后 确认了他们是半年前失踪的卡罗尼·克拉克和乔安尼·沃尔特斯 在同年的4月 来自英国两人相约从雪梨国王十字区出发 想要透过搭便车的方式 省下交通费游览当地 但两人出发后便立马叙叙的消息 显然是在搭便车时遇到了不安好心的人 发生了谋杀 警方调查两人尸体后发现两人都身中疏刀 而卡罗尼头上还要挤出枪伤 并且裤子都被解开了 但因为腐烂太过严重 无法判断两人是否遭到性侵 手法十分凶残 但因为森林中几乎没有目击者 导致基本没有什么线索 案件始终没有进展 本以为就是单纯的搭便车杀人气势案 没想到一年后开始发现许多类似情形的尸体 1993年10月又有民众在森林中发现的尸体 是1989年失踪的两名澳洲居民 扎姆斯·吉布森 和戴博拉·艾弗利斯特 一样是身中树刀 并有多处枪伤 然而奇怪的是 吉布森的随身包包以及物品 却是在距离120公里外的加尔斯顿峡谷被发现 所以要过了一个月 警方又再一次接到民众在这个森林的报案 之前发现了4具尸体的附近 又发现了3具尸体 分别是1991年1月失踪的德国背包客 西蒙娜·施密德 以及同年圣诞节失踪的情侣 安雅·哈布希德 和加伯牛格·鲍尔 短短两年内发现了7具尸体 并且手法都是一样的刀伤及枪伤 又通通都是在贝朗格洛州立森林中发现 让原本怀疑是单纯谋杀案的警方 将案件重新定位为连环杀人事件 1993年10月44日 新南威尔士州警方 成立了包含许多侦探以及分析人的调查小组 并将案件的奖金大幅提升至50万美元 接着透过大量的车辆以及枪尸牌照数据 慢慢排除掉许多嫌疑者 终于让整份名单从原本的230人缩减到32人 但始终没有关键的线索 能够确定这32人之中 到底是谁犯下的这起连环杀人案 直到1994年4月 侦探们在检查无数民众提供线索时 终于发现了一个对案件非常重要的信息 1993年11月时 由名原在英国名为保罗奥尼尔斯的男子 打电话向警方提供线索 他说他在1990年1月25日时 正在澳洲背包客旅行 猛车踏车时 他遇到了一名叫做比尔的热情司机 回想当时的情况 这个比尔留着茂密的胡子 一开始十分热情邀约保罗乘坐他的车 并答应会送他到下一站 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后 车子慢慢开进被两葛洛州立森林 这位看似热情的比尔也逐渐露出了本性 他停车后却拿出枪指着保罗 要他不准呼救也不准逃跑 接着从架子座里面拿出一捆绳子 保罗意识不妙 趁着比尔转头拿绳子的时候 赶紧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同奔 并幸运地躲过了后方的子弹 南下刚好经过了货车 坐车逃跑了 虽然当时他有跟警察讲 这名司机或许跟之前发生过的失踪案有关系 但警方并没有理会他的证词 毕竟在他被攻击时 还未有任何一个失踪人口的尸体被找到 也就当然不会被认定为是杀害了 这件事直到1993年 保罗从电视上看到这则新闻之后 才知道原来当时自己是逃过了一劫 当澳中警方终于发现保罗的线索后 并赶紧将他从英国请了澳中 并让他看看32位嫌疑犯的照片 看看有没有当年的比尔 终于锁定了真正的邪犯 本来是伊万米拉特的男子 但为何他会犯下如此松传的弹箭呢? 这就跟他成长的背景有关了 伊万米拉特的父亲并不是澳洲的当地人 而是从南斯拉夫移民过来的 并跟澳洲当地人结婚 一共生下了14个小孩 而伊万排行第五 父亲两人因为相差多岁 所以相处并不融洽 时常都会暴力相对 也因为充满着暴力的童年 让伊万变得十分易怒 并且有许多的暴力行为 从年轻时就时常到处惹失身费 越演越烈 1971年的时候 甚至被控诉强奸的两名搭便车的女子 不过因为证据不足 所以被释放了 没想到过去的多年 还是时常袭击搭便车的人 1994年5月 因为保罗的执政 伊万米拉特正式被警方逮捕 在搜索他家时 发现了将近300多个 跟7位被害人有关的物品 也直接证明了 伊万就是那个连换杀手 而因为澳洲在当时已经没有了死刑 所以经过了审判之后 在1996年7月27日时 他被判了7个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被关在澳洲当地看守最严格的 古尔本改造中心 并且在监狱的多年 从没觉得自己有犯下什么错 还抱怨监狱对他不好 最后他在2019年10月27日 因为食道癌在监狱中过世 但也不知道暴力基因是否会遗传 伊万的侄孙 2012年时也在贝朗格洛州立森林 用斧头杀死了自己的朋友 事件结束后 人们在森林中帮受害者立起的墓碑 希望他们能够就此安息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按下订阅比开小鱼当 有可能想要我们讨论的都欢迎在下方对我们留言 每周六都会推出新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 拜拜